大家好,腌糖蒜的季节到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腌糖蒜的老方法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清脆爽口 是一年也不会坏 这个是两斤的大蒜 在超市买的也比较干净 大蒜买回来,包去外面一两层外皮 上面长的一截,再剪短一点 底部可以用一个小刀切一下 切得平整一些,也要干净 清理好以后,放进盆里倒入清水 清水的量没过大蒜 里面再放入20克食盐 搅拌均匀,把食盐搅拌融化 大蒜浸泡4个小时以上 泡出大蒜的辛辣味 再放进面帘上,晃干上面的水分 现在准备一个糖醋汁 锅里面加入800克清水 600克米醋 300克冰糖 开大火,进行搅拌 把冰糖搅拌融化 冰糖融化以后,水对腾起来 现在就可以关火晾凉 大蒜晾干,上面没有水汁 这样就可以了 把大蒜一个一个的放入罐子里面 糖醋汁晾凉,倒进大蒜里 糖醋汁一定要没过大蒜 再密封好,盖上盖子 上面的盖子要拧紧 像这样,密封腌制20天就可以吃了 吃起来酸酸甜甜,清脆爽口 也是解腻的佳品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评论留言转发哦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